加入标题 加入标题之前 先给我们的这个卡片 给它一张这个背景 增加一张图片进来之后 快按两下 它就跑到后面去当成背景 接着我们看到这边装饰的选单 点选之后 这里有一个设置标题 点选之后 就可以在这个位置 输入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文字的内容 按下确定 那文字呢就会进来了 那文字颜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把滑鼠移到中间的这个地方 那调色盘它自动会出现 那我们就可以去调整成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颜色 或者是呢这个明亮度 那这个位置的部分呢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设定一个 比较方便的一个按钮 让我们可以直接去点选 所以呢我们就是 再点一次设置标题 那我们会看到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有输入文字 所以现在这边的文字就是我们这边的 这个文字的内容 所以呢我们就是 利用空白键 来做一个调整 我们把它 往右边移一点 按下确定 那我们就会看到呢 文字啊向右边 跑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让文字向左边的话 那就是把空白键夹在它后面 那至于如果你要把文字清除掉 比如说你觉得这样的效果 其实不是你想要的 那装饰这边有一个清除标题 那点选之后呢 标题文字就会不见了 好 那标题呢 因为它叫标题嘛 所以呢它只会出现在上面 底部工具列 底部工具列的部分 是不会有文字的 在这一段时间 和它在这一段时间 它是很大的 它是不过 它是很大的 谢谢观看